建国元老奥斯曼沃的追悼会今天傍晚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 超过600人受要出席 包括政要、亲属和基层组织代表 李简龙总理将在追悼会上发表到此 记者聂国会报道 建国元老奥斯曼沃的追悼会从傍晚6点半开始举行 活动一开始,先播放一段奥斯曼沃的生平世纪视频 多名内阁部长、公务员、国会议员、基层组织代表 宗教领袖和奥斯曼沃的家属从傍晚5点开始陆续抵达 李简龙总理和陈青年总统也会出席 追悼会共有6人发表到此 包括李简龙总理、主管回教事务的雅国博士 西海岸籍选区议员郑德源 以及奥斯曼沃的女婿慕尼尔沙 李简龙总理将代表政府感激奥斯曼沃 在建国初期和推动多元种族所做出的贡献 追悼会结束前 与会者将默哀一分钟并启唱国歌 这项活动是由种族和谐资源中心 onepeople.sg所主办的 建国元老奥斯曼沃的追悼会 正在维多利亚音乐厅内举行 让我们把镜头转到里面 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追悼会现场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总统陈庆妍已经抵达了现场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追悼会现场的情况 稍后的晚间新闻当中 我们会为您报道更多建国元老奥斯曼沃追悼会的详细内容 Let us now view a photo montage in remembrance of the late Mr. Osman Walk 我们下期见